大家好,今天是中华民國111年5月4號 也就是中國文藝獎章頒獎典禮的大好日子 我們今天很榮幸來到了台北市的花園大酒店 也特別採訪到了藝術文化推廣貢獻獎的黃冠宇 黃小姐她在藝術領域上有很大的貢獻跟助力 好,我們今天很榮幸請她來講幾句話 說說她的得獎感言 感謝我們文旭大哥 這次館宇很榮幸能夠領到這個獎 是我藝術推廣創作的一個很好的鼓勵 那雖然這次得獎不是我預期的 但是我非常的感恩也感謝大家給我的機會跟鼓勵 2022年5月4號下午3點 台北市中華路上的花園大酒店二樓 舉辦一場中國文藝獎章頒獎典禮 得獎者都是海內外藝文界的先進和傑出人士 最近在台灣非常火紅的療癒畫家 也是台中市大杜山管宇藝術館的館長黃冠宇 在美術、藝文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 更有重大的成就和卓越的貢獻 所以獲得文藝獎章、真書和獎牌 讓現場所有親朋好友都向她祝賀 黃冠宇希望大家能夠互相勉勵 讓她的藝術創作可以發光發熱 我很高興這次能夠受邀也能夠受獎 來到這邊領獎 也很感謝主辦單位給我這樣的機會 關於在這個藝術領域上的努力 也希望能夠更推動更多的藝文的活動 個性活潑又風趣的黃冠宇 一出現在這次文藝獎章頒獎典禮的現場 就成為全場的焦點人物 許多跟她一樣獲得文藝獎章的傑出藝文人士 也紛紛跟她一起拍照、合影留念 現場洋溢著一股歡樂愉快的節慶氛圍 黃冠宇說她這次能夠獲得這一項獎章的殊榮 將來一定要為藝術文化推廣更盡一份力 把豐富的藝術生命傳遞給周遭的每一個人 管宇呢她是很認真的一個有畫家 每次她的展覽她的作品都是大賣 很高興今天可以參加 中國文藝協會的頒獎典禮 然後也很榮幸可以跟管宇老師見面 恭喜管宇獲得中國文藝獎項真是很棒 之前常跟她去國外交流 她表現都是非常好、非常努力 今天獲得文藝工作者獎章的 療育系藝術家黃冠宇 能夠拿到2022年中國文藝獎章 是因為經常在海內外各地舉辦藝術畫展 把她漸漸打出名號的療育系畫作 感動跟啟發很多人 給台灣社會帶來許多溫馨跟幸福 黃冠宇目前也在台中市打造自己的藝術空間 希望把藝術融入生活 帶給更多人溫暖跟豐富 記者陳文旭、蕭朝全、台北報導